大家好 今天是5月3号星期三 我们继续跟进美股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会员去观看最新的一期节目 觉察 好 那么今天最重要的政策面呢 就是利率决议啊 将在美东时间下午的两点 北京时间次日凌晨两点发布啊 那么 稍后的半小时呢 就是说啊 决议之后的半小时呢 鲍尔将再次发这个说话 发言 那届时呢 我们要注意日内波动的一个随机性啊 好 那么这是美联储最后一次加息吗 目前业内人士普遍预计 美联储将在这个不眠夜呢 这是北京时间的不眠夜 连续第十次加息 而这很可能也将是本轮美联储紧缩周期 落下的最后一枚加息的棋子 随着美联储逐渐濒临紧缩周期的尾声 鲍尔重新来到了一个需要决定未来政策 英哥倾向的十字路口 市场如今显然也正愈发好奇 它将持如何的立场啊 何种的立场 这不仅将决定着美股美债美元等美国股债汇市场 接下来的命运对于明日的亚太市场很可能将产生冲击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即将结束五一假期重新开盘的中国市场 从利率市场的最新定价看 本轮紧缩周期的第十次加息很可能就将如约而至 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 交易员目前预计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至5%到5.25%的概率高达86.7% 不加息的概率则仅为13.3% 就美国经济数据的现状而言 令美联储至少在本月维持加息的压力 依然摆在鲍威尔和其同僚面前 美联储抗通胀的战役看起来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美联储青睐的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价格指数第一季度上涨了4.9% 创下了一年来最大涨幅 在历史上美联储曾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陷入遏制通胀的长期斗争泥潭中 沃顿商学院教授Jeremy称之为 战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失败 迄今仍对此心有余计的美联储官员 料将努力试图避免重蹈覆辙 在那段时期 美联储未能阻止薪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 通胀率高达两位数 经过几次加息和降息利率达到20%的峰值 以及四次经济衰退 才最终控制住了局面 在美联储我们都非常熟悉 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历史 我们清楚我们的任务是逐渐实现2%的通胀目标 鲍威尔在过去一年已多次表示 对于今天的利率结益 德意志银行研究美国问题的首席经济学家 Mathieu指出 如果美联储暂停紧缩 那将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巨大事件 当然尽管目前已有接近90% 也就九成的概率显示美联储将再度加息 但也有一些业内的鸽派人士倾向于认为 美联储存在按兵不动的可能 尤其是在上周末 又一家美国区域性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倒闭 被摩根大通收购的背景之下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周一早些时候宣布 将第一共和银行出售给摩根大通 这是银行业压力将如何给经济前景蒙上阴影的最新迹象 大打银行北美宏观策略部主管Steve 在近期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就表示 我们认为从战略及战术层面看 美联储可能在5月暂停紧缩 然后在6月加息 美联储值得等一等 待陈埃微落定啊 这个略微落定时呢 看看经济到底处于什么阶段 在美联储内部今年的票委 芝加哥联储主席奥斯坦上月曾呼吁 在评估银行业压力对经济的影响时 要审慎和耐心 尽管他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支持5月加息 但一些业内人士猜测 若美联储本月加息 他和一些鸽派官员可能会投下反对票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过去过往三年历次的美联储决议 总共只出现过两张反对票 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 在这段时间里可谓是极其团结的 不过随着美联储来到本轮紧缩周期的尾声 美联储在今年的投票权轮换后 也出现了更多的新面孔 这一幕是否还能延续下去 无疑将打上一个问号 在2007年至2021年 担任波士顿联储主席的 这个Eric上周表示 如果他还是决策者 他将在本次会议上投票反对加息 他在哈佛上学院主办的一次活动上表示 他认为银行业压力对经济的破坏性 将比大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的更大 这可能是一场尤为关键的会议 毕马威首席经济学家 这个DS表示 在这场马拉松比赛中 我们正接近美联储最艰难的最后一英里 对加息的强烈抵制将加剧 这是美联储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 一些业内人士正猜测 美联储可能会至少保持加息倾向 而不是像加拿大央行 在1月份进行最后一次加息时 所做的那样 是出坚定的暂停加息信号 他们认为 无论是坚决排除在6月份加息的可能性 还是为6月份可能的加息做铺垫 对美联储而言 都没什么好处 瑞银证券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JP就预计 美联储将发出双重信号 即暗示暂停加息 并同时强调 如果数据支持 仍会再次加息 他着重提到 美联储过去三个政策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 都附带了有下一次行动将是再次加息 而不是降息的措辞 荷兰合作银行分析师表示 我们可能会在5月3号迎来最后一次加息 之后至少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暂停加息 刚行预计美联储利率制定者将在其正式的介绍性声明中 放弃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政策收紧的措辞 目前包括AT在内的摩根大通团队已罗列了今天美联储决议可能出现的四种可能性 其中美联储加息并暗示未来暂停紧缩的可能性最大 概率为55% 此背景下标普外指数全天有望上涨0.5%到1% 另一个大概率的结果是美联储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 并为进一步收索收紧政策敞开大门 概率为45% 届时标普外指数将下跌0.75%到1.25%之间 大家倾向于哪一种呢 就是说比如说鲍威尔说啊 这次我们就再加25个 那么后续呢先暂停一下再看一看 不排除啊 这个这个这个继续加息的可能性哈 但是这个我把这两种结果都一块说了啊 那这两种结果一个是先加25 然后说先暂停概率是25%啊 55% 另外一种呢 就是先加25个基点 说后续加不加呢 还不确定 那这种概率是45% 对吧 大家倾向于哪一种 我有点倾向于同时都说了呢 啊 比如说啊 他是这么说 呃 我们这次先加25个啊 我们6月份可能先暂停一下 那么6月份再重新评估一下 如果经济还是不符合我们的调控方向的话 那我们将再次加息 但6月份先不加 也就是说把这两种情况柔和在一起说啊 这是我比较倾向的 当然我说了不算啊 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猜测哈 其实这个谁猜对猜错没有太大意义哈 总之呢 是现在市场上预期美联储也基本上接近于加息的尾声了哈 所以看过于的大空我觉得不是太现实啊 好 我们看一下图 资本市场看起来像K线图一样简单哈 K线图啊 涨了跌了的 但呢 这只是事后的一个判断 对吧 我们呢 其实在做多或做空的状况中呢 在条件下呢 我们都是找到一些自己在经验 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 在自己的交易模式中找到的一些做多或做空的架构 去概略性的去做的 对吧 抓一些盈亏比 抓一些啊 模式的稳定性 对吧 因此呢 如果你的交易模式呢 是当前呢 是做空的架构 那你应该坚持自己的交易模式 那么对于我的交易模式呢 我呢 是近期觉得顺势的模式啊 可能胜率整体 注意是全局 看来整体的胜率会更高 因此呢 我们持有多头仓位呢 在等待一个卖点 对吧 那不管你善良拿着模式 如果长期下来 你觉得你的模式是可靠的 你就坚持啊 不要因为一单的盈利或亏损 而坚定啊 就是否定别人的模式 好吗 所以如果你能理解到这一点 就无所谓涨跌了 是不是 它只是一个过程中的一单子而已 那对于当天来说 我呢 作为博主 应该维持我模式的稳定性 我们 我个人呢 是觉得 对于今天这样的一个行情来说呢 今天涨和跌的概率是均等的 那我比较喜欢用的一句话叫 一切皆有可能 你看我们之前做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怎么说一切皆有可能 那么在市场出现啊 不确定性非常高的时候呢 等概率的时候 涨跌等概率的时候 我们说一切皆有可能 因此呢 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概率的判断啊 那么当前市涨还是跌呢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今天的变数比较多 比较大 嗯 说从宏观上来看 我是怎么想的呢 对于多头而言呢 如果出现强势阴线的话 可能要做第一波的减仓啊 那么看看后续回落的一个深度 那么新的直跌的点位呢 我们再重新买回仓位就可以了 做下一波的多头 那如果今天是大阳线呢 那多头就可以再多活一天 是吧 嗯 那对于空虚来说呢 对我的交易系统目前还不是很适合啊 那对于一些目前想要去做空的交易者呢 我能叮嘱的 就是你带好你的小止损也是OK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按照你的返向交易呢 啊 你的这个盈亏比也是比较好的 因此呢 你不要去计较一单的小亏损啊 是吧 好 那这样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哈 没有必要啊 这个过于的纠结哈 那我们今天今天应该怎么办呢 wait and see 是吧 叫拭目以待哈 他选择什么 我们就怎么做 好吗 思路清晰 嗯 我们看一下纳指 其实纳指呢 他在技术位上呢 对空头你说有利吗 按照我的交易模式 注意是我的交易模式 顺势交易的逻辑呢 空头没有显示出持续的强劲的阴线 砸破我们的上涨趋势线 因此呢 我的交易系统告诉我 应该假设原有趋势还没有被彻底终结 因此呢 多头呢 正在等待强势的阴线去逆转这个上涨趋势线 那么如果你按照均线组去交易的话 你会发现 他连20均线他都跌不破啊 那么其实我们的底线 对应这根直线 理论上是60均线 对吧 好 那么跌破还要反弹测试啊 所以多头还是有来得及最终离场的一个机会哈 所以呢 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交易系统是不去猜一顶的哈 那么即便事后你判断 哎 这地方真是顶啊 那些猜空的人猜对了 对吧 但是我这个消息系统是不猜的 能明白这一点吗 他也有可能他这就不是顶 还有可能继续涨 是不是 一些按照均线组的交易组 他会觉得哎 均线还在啊 应该继续假设没有被向下逆转 所以呢 多头呢 应该继续耐心的等待 顶部架构的出现啊 那么现在不是顶部架构哈 是不是得事后去看 好吗 好 多头呢 无需啊 这个过于的担忧 稍安勿躁啊 说万一今天大暴电呢 大暴电多头就离场了 如果再围上去呢 那你就不用离场 是吧 那空头就该离场了 再围上去 空头又被骗了哈 所谓的骗炮了 又被骗炮了 对 近期空头还是比较整的 比较难受哈 因为利润盈利性比较差 盈利性一般体现在趋势波段的 这个高低上啊 那个波段太窄 有时候来不及 他就抬上去 这不盈利性差吗 这不值得做 是吧 盈利性大一点 是顺势的波段会好一点 对吧 好 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哈 不要特别的固执 他跌下来 我们多头有一套处理模式 就可以了 处理计划 如果 涨上去呢 空头里有一个离场的计划 就可以了 行吗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好 黄金呢 昨天是比较疯狂啊 那么今天啊 亚洲欧洲交易时段 今天你也不要做了 为什么 今天也是 政策面对他也有重大影响哈 你看盘前啊 这个亚洲交易时段 K线非常窄哈 就不愿意做啊 都是Vタン的C 刚才我们在新闻的分析中 也说过哈 你看 所有投资者都还在看美联储的政策啊 所以今天比较难啊 日内交易者比较难 四眼图图 你看 你看 三根四眼图图 实际上是非常窄幅的波动啊 他有可能跌下来 再弹上去 有可能长长上去再跌回来 有可能大暴涨 也可能大暴跌 都让你说了 没错啊 这市场就是这种随机性啊 不好做 随机性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趋势性啊 震荡性都不明显啊 所以应该观察 观察才是正确的交易的决策啊 投资的决策 说空仓就是正确的交易决策吗 是的呀 投资不不 不是每一天都在里边买卖买卖买卖 越买越频繁买卖的 只有极少数能活下来啊 好 我们看一下原油 大家看原油怎么办 原油继续跌呢吗 什么时候反转上去 我也不知道 原油现在价格跌到70块08毛了啊 怎么又跌 他涨和跌 咱们说了不算啊 对这个转来说呢 继续看空 是吧 对吧 什么时候反正我也不知道 反正上去突破回踩止跌的时候再做多 好吗 所以原油已经跌到这份上了 说明通胀能下去点 差不多吧 离最高点已经腰斩了 几乎 几乎就是腰斩的状况 这个通胀呢 有多方面的原因啊 不光是原材料 你说现在工厂订单都相对减少了 对原材料需求啊 对于能源的需求会稍微降一些 是吧 然后呢 能源价格又下来了 那你说通胀主要体验在哪儿啊 人工成本啊 金融业 服务业成本 对吧 这方面的成本要降下来 就需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就业率再打一打 往下打 让失业率提高一些啊 工资啊 降下来或者是裁员 人类成本呢 有两也有两个参数哈 一个是人就业人口数量 一个是工资的 这个涨幅是吧 涨跌幅 对吧 那涨幅把它变小 也算是降低人工成本 裁员 把人口 这个就业人口数量弄下来 他不也是降低了整体的就业成本吗 至于宏观经济就是靠 整体数的变小啊 来控制 而不是看你个人啊 你个人有可能公司涨了 但是有失业的 那整个劳动力人口 或者劳动力的 整个的这个成本就会降下来 这样通胀才能进一步降啊 否则大家都很有钱去消费 那通胀能降下来吗 不能啊 所以不能完全看生产端啊 或者说能源端 还要看消费端 好 这就是原油 我们看一些标的 再叮嘱一下 那由于今天是非常复杂的行情 你看长看跌 都有你自己的依据就可以了 他究竟是长个跌 谁也不知道啊 有人说他一定会知道 那你知道就知道啊 跟我无关啊 反正我是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SQQQ 对于SQQQ的叮嘱呢 也是左侧交易者有一套模式啊 右侧交易者有一套模式 那么很显然左侧交易者近期 经历的是一些窄幅震荡 而且呢 盈利性不是很好啊 左侧交易者的这个图的多头啊 盈利性不是很好 那么右侧交易者目前还真没有真正进场啊 得突破回踩代指跌再进场 那如果他能够卖到右侧 我们的美股市场就麻烦了 要走新的一般的熊市了啊 继续往下走了 那这个图才能走多头 是不是 因为这是做空他嘛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按照我的交易模式 我是顺势假设的 把这当做下跌的一个中继来看的 好 交代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CCL 我们看一下CCL的技术面是怎么的 网友问 说这个图怎么还不启动啊 怎么说呢 大盘都那样 你说个股能启动吗 只有极少说个股在走多头啊 对他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拉升回落 创新高 创新高啊 低点也高了 高点也高了 那么现在呢 近期就跟大盘一块墨进来 是吧 大家看 前几个交易日 K线还可以哈 是阳线 那这个位置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局部的小双重底 或者是相对于这一下跌波段的一个突破 会在带着跌是吧 这要是双重底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尝试做多啊 因为低点在这嘛 这低点比这高啊 而且还是这个位下跌训练的右侧 所以这个图呢 理论上 在概率上 在技术上 按照我的交易模式 应该选择做多啊 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双重 底 这个是双重底 然后走一波 去测试更高的高点 对吧 你看W 走啊 这二W的一个等距离位 对不对 不能追空啊 应该选择做多了啊 因为架构就是如此 说架构胜率是百分之百吗 当然不是了 对吧 你要理解这一点啊 但是出现这架构 你做多还是做空 做多呀 好 我们看一下苹果 你看这些龙头股 它也是没有暴跌 它它即便是暴跌一根 也非常有可能 就是横盘震荡啊 你要给它一些洗盘的机会吗 别一下就踩墙空 那么之前不是墙空过了吗 再墙空就有点难了啊 为啥 多头这么猛 是吧 再震一震 也是有可能啊 所以对于苹果来说 无需过于的担忧 目前来看啊 那么后期 如果真的大阴线 你还要再看 两个交易试 看看能不能再弹上去 是吧 一下就做了一个特别长线的决策 是做不到的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也是如此哈 我们对特斯拉的叮嘱 就是慢一点买 等大盘稳了啊 大盘不带挖坑了 龙头股也都稳了 咱们特斯拉再适当的 多加一点就可以了 要有耐心啊 等待 之前 之前是胆量 现在是耐心啊 之前没胆量 不敢做啊 那么现在有胆量了 又很贪 那就麻烦了 你又进不住回撤了 所以不同的点位 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啊 这是不敢 这是太贪 这都不对 是吧 大家还记得太贪那利吗 open 满仓去抄底 疯狂抄底 那不行 市场就是不给你 不给你启动 你怎么办 所以说 错过之后 想要报复市场 你就贪了 一贪之后 市场又惩罚你 套死你 是吧 注意这市场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啊 你想不到的都 基本上就是因为你想不到 你才会贪啊 想不到那种情况也会发生 你才会贪婪 这就是根源 你贪婪就是因为你 不知道市场会发生 什么样恶劣的情形 对你不利的情形 等你对市场有所敬畏之后 你就知道 哎 都哀了 对吧 这还是早知道就好了 哎 没错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 那种恶劣的情形也会发生 你才不知道 你才不知道去保护自己的仓位 保护自己的本金啊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 再看几只 那么迪士尼呢 目前是窄幅的震荡啊 那么按照架构 应该是还是假设 还是在上行的过程中 止损呢 放在这个附近啊 或者是这一辆的低点 都是可以的 他不启动啊 他自然是有他的原因 也有可能暴跌啊 注意这市场是 真的是 真的是双向的啊 你看我们超级大牛市 还有那么多看空的呢 你看这个市场 这个观点总是不一致 只要观点不一致 就有可能波动到另外一面去 记住这一点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好 其他图呢 我们看一下Roku 再看两只就结束啊 Roku呢 目前也没有启动啊 大家一定要耐心一点 不要着急 洗盘的行情的时候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仓位要小一点 我们看一下PLTR 也是如此 也一样的图 对吧 耐心等待 TKQ呢 大盘一样啊 到底跌还是涨 我也不知道 按照我的模式 假设他是上涨中继啊 他需要用强势的 持续的阴线来改变 我的预期 对吧 没有 没改变 我们再看Open 说Open的没有跌回来了 这不是叫一切 皆有可能啊 就是说 个股更是如此 个股里边的决策者 是随机的啊 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不像大盘稳健啊 所以这种图案 一定要带好 合理的点 持存点 就可以了 你不要觉得一下 出现这架构 就是百分之百胜率 我一再强调 任何架构 都是可以被改变的 有了这些认知 就挺重要的 比你交易 分析准确还要重要 好 我们今天先说这么多 盘后呢 我们将看一看 报位到底怎么说啊 拜拜 拜拜